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事啊 我面前这个呢 它这个是圆锥锈球 分享几个事呢 第一个 是 你们发现没有 它是一个三叶轮重生的 三叶轮重生什么意思呢 你看 你们应该听说过虎头茉莉哈 你看正常的这个茉莉呢 叫叶子是对称 就是一出就是一对一对的叶 你看 虎头茉莉的话呢 它也是三叶轮重生 你看这个 它也是三叶轮重生 圆锥锈球呢 它是穷花的变异 穷花的话开花就很小 这个呢 开花就很大 当然了 圆锈锈球随着圆异的发展的评论有很多 这是一个点 第二个点 你看 就是 我们这个之前是做了高压 高压之后你发现它下面长了三个小牙子 非常的可爱 这个也就是老师跟华尔美说 你修剪 修剪了之后呢 它会分更多的侧枝出来 像你们要是这个长得很柔弱呀 都可以给它打顶了 打顶了之后分侧牙 会长成圆圆润润的棒棒糖 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高压的这个球 看看有没有生根 呀呀呀呀呀 根没有长出来 但是呢 你看上面出了很多的预伤组织 看到没有 而且它这一根都没有死 都长得非常的棒 这个以后发根就会很快了 怎么着啊 高压的话呢 还是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半个月时间还是有点短 好了 这是养花的三个点 一个是三叶轮重生 一个是修剪之后分擦牙 还有一个就是高压球 觉得不错 记得点赞 其他养花女的话呢 可以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整一 白了错吧 嗨呵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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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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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so contributed